而在吉安乡的东昌步道 由于高度过高 摩托车开往东海一阶和东里十一阶 人行步道就容易发生意外事故 而县设小组召集人林元甫 邀请了县政府建设出前往现场会刊 要求加强改善 来提供用路人一处行的安全 让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回家 吉安乡东昌桥转弯出用路人 起摩托的时候在东海一阶和东里十一阶转弯处 造成往往意外的情势发生 为了改善这条安全的道路 建设小组召集人林元甫 而找杨华美 先演郑宝秀 张美慧 也不是依赖周军友 并且邀请县政府建设处前往现场会刊 召集人林元甫表示 现场就当地民众反应 东昌桥设计不良造成的意外情势发生 当下要求幸福建设处要加以改善 吉安乡东昌桥 这个桥上的人行步道 很多 尤其我右侧 是东海一阶 这个社区 经常在上下班途中 会载小朋友去学校 很容易在转弯处 然后桥面的人行道坐太高 变成说转弯的时候容易骑到人行道上 变成说摩托车都有跌倒的风险 跟滑倒的风险 那今天请建设处 跟设计单位来现场会刊 也确实东昌桥的两侧的人行步道 坐得太高 变成转弯处摩托车容易跌倒 那刚刚会看这个左右邻居 两三个也来 也来这个反应 这个太危险了 那也请建设处 动动脑筋 也请设计单位重新调整 这个转弯处是否能够降低 那个转弯这个高度 让这个机车转弯的时候 能够更安全 降低这个跌倒的事情发生 李远复表示东商桥是吉安乡往往花林市重要的道路 由于人行步道太高 实际用路人行驶的时候往往造成的意外启示发生 希望透过实际的会看之后 能够还给用路人行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